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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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吃海鮮還是火鍋 我都沒試過吃那麼貴 又要多謝曾老闆先 究竟裡面的食物有多好吃呢? 我們先看看店面 看樣子 都不知道我能不能進去 補兵給我贏 先進去 我興奮 有個 我們這邊是想要做包廂 才能做大廳呢? 有什麼區別呢? 包廂的話就是一個比較四面性的 就是沒有什麼低廂之類的吧? 有的 包廂的話五位是人均五 每個人不能低於500 對對人均五百這樣 大廳是普通的 普通的? 我喜歡 我們這邊主要是進口的海鮮和進口的喝 裡面的一個 非常喜歡 因為我們這邊走的是一個高度的路線 因為這個人均消費是基於我們的一個食材 一個新鮮度和那個從世界各地進來的這樣進口的一個食材 哇! 橡膜糖 法法三十八塊 五百珠 都升回 整七百塊 這裏全部都是老闆的酒櫃 有童年份的一個特別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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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這裏是最貴賣的 最貴賣的 是我是乃四了 是八二年的 但具體的話 我們不會有標價 因為我們是不買的 不買的 這些都是老闆收藏的補充 當然房包進去會有更加漂亮的補充 但是現在還有鞋子 哦 明 中房就是這樣裝修 有一個包嗎 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外賣時的補充 拍了這麼多 搞到我們好像打廣告一樣 其實它的裝修點沒所謂 我只要看它的口味和價錢 窩底是 我們黑松露和花膏雪糠窩底是最好的 都是最獨漆的一個湯底 可以試一下 花膏是428 然後黑松露的話就是188 就是很明顯 我們要最高牌的 黑松露的湯底吧 我們來看一下菜單 你再看這張 你再看那個 看那個 它寫著時間 我都不敢問 你知道嗎 你都菜單了 心情真的很難想像 我們 我們點不到 我有困難的話 你可以上次再來 你去找好不好 你幫我們選 我們大概2000元的預算 是2000元的預算 我以為傷心可以很爽 我以為我能過得很好 誰知道已想你 肉類的話 建議你可以點一個拼盤 花王牛拼盤 裡面包括了這個頂級王牛 可以人均一人吃一塊都沒問題 每一種都可以 這個黑松露的鍋底 剛才拿出來的感覺很香 它不會太鹹 也不會說沒有味 作為一個打火爐的湯底 很棒 湯是真的不錯 這個真的鮮甜 他們調出來的豉油 應該是跟海鮮 那些刺身 都會很合適 它會將這塊肉的鮮味 更完美的 滲出來 這個貴胖 很喜歡他們的豉油 不對 這個真的鮮甜 我沒有什麼調味 但我真的覺得OK 我想吃牛肉粒 加清大秋醬有什麼形容 加清大秋醬 除了清甜的味道 爽口 香油油 潮湯有牛肉 很棒 我又要湯飲 我已經壞了喝湯飲飽了 我已經喝了第五碗了 第六碗 我覺得很美味的第四碗 雖然我知道金牌很難吃到 我滿足的了 但是呢 我喝 喝這麼多韻湯 是不是挺滿足 吃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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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醬了 我已經喝了那麼多韻湯了 你們這頓大概消費多少錢 三千多元 這個口味 這個價錢 十塊十多就是嗎 它可以 滿好的 食材方面 口感方面都不錯 服務也滿好的 有沒有不滿 有些菜 等我們來到的時候已經賣完了 謝謝你們 到買單的那一刻 我也是尤其緊張 我才看一看幾次 真的還好 是的 我們也是 值得知名以來 多謝真老闆 這間是一間海鮮的火鍋店 如果你的海鮮比例佔得比較多的話 那其實就一定不止這個價錢 那當然 貴的東西有它的價值 而且貴的東西的缺點就在於 它就只有貴這個缺點了 所以所有的東西 只要你願意去選擇 還有你願意去選擇 那肯定是好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都不錯的 最後他還給了一枝樹來撿我帶走 是的 挺OK的 我覺得 我是官神 歡迎收看品成記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這次曾老闆拿了差不多一千八元的經費 拍了這一頓飯 我很擔心家姓和大七會不會有意見呢 在星人我有點擔心 不用擔心 大餐這些其實我吃很多的了 現在拍些細小的東西就當清下腸胃了 沒問題的 雖然現在曾老闆就這麼疼你 但是我們作為男人的都要吃點委屈的 那你又不用給那麼多負擔你自己 不說那麼多了 我要準備一下拍他的電商片了 一千七百多元 哇 曾老闆全屎性 不過算了 小君 都是粥粉麵飯適合我一點 我OK的 不過官神 下次如果有什麼大餐的話 可以叫我 因為你也知道了 就是說你的點評是不是最好的呢 那也未必 帶我呢 就會好一點的了